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其实这个9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还有9天就要去中考了 然后考场是在我们学校里面 那所以这次的话可能是考前的第二次视频了 第二次vlog 当然这个vlog也是随便了点东西 那首先呢就是上一次我说GTA5是吧 但是并没有是因为开了这个bandycan 其实我在那个人格测试那个我已经说了 就是开bandycan的话GTA5会崩溃 所以根本就录制不了 然后其次的话呢 现在来看录这个GTA5也不是很够时间 因为像我明天我要回去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只有半天课 包括下个星期我看一下是这边多少号呢 这边是 16号我们会放假就是下周五 然后17号的晚上我们又要回学校 就是基本上就是半天半天的修 还是非常辛苦的 然后就是17号回学校嘛 然后18号19 最近几天喉咙有点痛 然后现在感觉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塞到喉咙的样子 然后是18号上课 19号上课 20号就是星期二的下午 我们就开始考试了 考这个语文第一课 然后考三天 是的 那么 马上就来了 三年就是为了这一次考试 是因为中国嘛 硬是教育嘛 所以学了三年就是为了这一次中考 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然后 要说些什么呢 这视频 其实说的话我还没想好应该说什么 但是 是吧 风格是时候改变了 所以风格很随意 就是说明了 我想到什么 我就是说什么 那么首先呢 不是首先啊 完了我怎么有点 头绪不太清楚了 那么其次呢 那第二呢 刚刚我不是说第一吗 现在第二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 新的这个外星人键盘 我之前那个外星人键盘 那个Win键 按不下去了 当然现在可以了 他给我 戴尔给我免费送一个新的过来 这个是这个戴尔 这个外星人的 一个比较好的 服务的地方 所以我在考虑 我是不是应该续保 那两年续保 1400 这个非常贵 可能你们会好奇我 我为什么会 那 喉咙痛 是因为我最近感冒了 然后感冒了 我现在还在录视频 就是因为观众要看 不是说观众要看 我总想录点东西嘛 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状况嘛 然后的话呢 是因为最近我们这边非常热 广东这边非常热 然后班里面开这个空调啊 开得非常冷 所以就有点感冒了 然后其实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到底有多冷 嘿 Siri 现在这里多少度 完了 这傻逼 看啊 你们看到吗 他连我说的什么东西都识别不了 再问他一遍 现在多少度 哎 真聪明 整整31度 现在31度 今天最高33 最低27 所以啊 我这边其实是很热的 所以我现在还开着空调 无论怎么样 我现在录视频 我都会开这个空调 那我在想 我要不要出两集 CSGO来 看一下反应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想着我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思路了 不能去做别人一直在做的东西 比如之前做我的世界啊 一开始蛮成功的 后来就不是很成功了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做了一个小椅4K 这半年前吗 就做这个相机的这个评测 这有4量 我看一下 在QQ浏览器 我看一下那边有多少播放 我记得是非常多的 让我看一下 小椅4K 有3284次播放了 这个算是非常惊人的数量 所以我在想 我以后是不是应该去做科技评测了 因为毕竟我看了很 我我我订阅了很多这个关于科技评测的 我做视频的那个风格嘛 就是做科技评测 包括上一次拆机装表那一次都是很像小白测评的 然后我是关注很多科技测评的 比如POWERON POWERON 应该是这么多 POWERON 还有什么蜂巢评测室这些 还有V2科技 嗯 还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科技美学 当然了 还有ZETA ZETA CHINA 很多这些科技评测的 我非常喜欢这些高科技东西 所以这里说话说话说话 还有 我面前的那个省视频 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寻求一点转型 不做游戏了 或者 我就是 少部分做游戏的 大部分做那个科技评测的 所以就是 我在想我把那些科技产品从网上买过来 然后呢 我就做开箱做一个小评测 然后我就退回去 我不是有这个七天无理由吗 我可以 应该可以退回去 我详细了解一下 然后后来的话 我可能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做那个科技评测 呃 我当然是没有别人那么专业啊 但是 我以我的身份呢 因为 就比较贴近大家的生活嘛 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总感觉呢 这些Zilla呢 他们那些大企业啊 就是不缺钱嘛 评测那些东西都很不接地气 就像之前那个Zilla是评测 有那些三星的那个电视啊 洗衣机啊 还有冰箱那些都很贵的那种 我们 普通人家用不起啊 是不是 但是我感 我感觉我评测的就像 评测一些小米的东西啊 或者什么手机啊 最新的手机啊 这iPhone8 这样子的东西 应该吧 我 我大概没想好这个东西 因为我 做一个新的系列 就转型的话 我还是得 好好想想的 是的 那么 今天的话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东西了 然后 最新的一个系列 我的意思是下一个系列 可能是 那个 尼尔 机械纪元吧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游戏吧 我感觉那个游戏非常的 独特 我 我比较想做 但是我不知道 到时候还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游戏 因为下一个系列 肯定是要在暑假才能出了 嗯 所以最近的话就只可能是 Vlog 当然这 除了这一集在中考之前 就是20号以前 肯定还会有一集的 因为我们下个星期 还有一次放下嘛 所以 Vlog肯定会有 但是像我 一年前吧 大概是一年前 我说 考前 我 我以为我们要休息一个星期 自主复习的 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个Vlog 但是 很明显 根本就没有 垃圾学校 根本就没有什么考前复习 毕竟我们 就是说 这次的中考 我们是在自己的 学校里面考 所以晚上是不委屈的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班主任管这个叫什么 天时地利人和 我感觉 No 所以 下个星期 就是多少号 明确一点 是不是 下个星期就是 24号 24号可能还会有一期视频 搞错了 搞错了 11号看错行了 11号 17号 肯定还会有一期Vlog 就是 最后的 最后的 就是中考前最后的 这是考前 第9天 往那边 这个板子上 大家看到吗 这个板子上写的是 这个 嗯 算了 不管了 这板子上写的是考前第9天 等到17号那天 就是考前第123 第3天 应该 对 一个星期以后 就考前第3天了 所以时间还是过得非常快的 如果你是广东省的 像 白浪 可能你现在看我视频也可能没有 要 是吧 认真复习 10天了 明天就各位数了 就感觉 这个白日 事实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 但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 物是人非 我就是 时间过得快 不是什么物是人非 我人还在这里 没变 是不是 没变 所以 还有就是关于我身上这件衣服 我一直没有说 这件衣服是可以买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我知道你们不会评论的 那么 这期视频就这样子 我刚刚好像已经说过这句话 有点啰嗦 因为我没列提纲了 我没列提纲 我就说很多东西 好吧 那么 这期的Vlog就 先录到这里 那么 最近可能会有CSGO的视频 也可能没有 如果今天晚上想录的话 或者装的好的话 我录 没有的话我就不录了 好吧 那么 那么大家 拜拜